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治疗牙痛 我们只要切下一小片洋葱 把它放在疼痛的牙上 或者将洋葱的枝叶挤出来 滴在疼痛的牙上 这样都具有治疗牙痛的功效 因为洋葱富含的大蒜素能异菌杀菌 对猎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 均有杀伤和抑制的作用 妙用二 治疗感冒发烧 晚上睡觉前将洋葱切片放在脚掌心 再穿上袜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 感冒 流感 发烧等症状都能减轻 因为洋葱内含有丰富的锡 锡具有抑菌病毒生长的作用 同时洋葱内的硫化饼锡 大酸素等有较强的杀菌作用 能抗寒 抵御流感病毒 妙用三 治疗脱发 将紫皮洋葱榨汁 在洗头前抹在头皮上三十分钟 等三十分钟后将它洗干净即可 因为紫皮洋葱富含硫元素 具有滋养发根加速头发生长的作用 妙用四 消除各种异味 把洋葱切片放在冰箱各层 可以消除冰箱里的异味 把切片的洋葱放在鞋子里 可以消除邪臭 而且还有防止细菌滋生 治疗脚气的作用 妙用五 防止失眠 将洋葱切丁放在一次性口罩里 或者用纱布包裹好 再将它放在枕头旁 洋葱特有的刺激成分 会发挥镇静神经 诱人露眠的神奇功效 妙招六 治疗耳痛 去除耳垢 睡前切一小段洋葱心 塞在耳阔里 洋葱中的磷酸 可以杀死耳朵里的细菌 第二天耳痛就会有好转 而且还可以减少耳垢和耳食堆积 另外我们被蚊虫叮咬时 把生洋葱切片 敷在伤口上 有解毒消肿 并解禁疼痛的作用 怎么样 没想到这样一个 普普通通的洋葱 尽量有这么多神奇的妙用吧 赶快把这些妙招 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 如果你想看更多 实用有趣的小妙招 就请关注妙招姐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